呃大家知道这个前段时间美国批准了向台湾出售这个爱国者三系统的那个所谓的升级套件吧对吧给他延长寿命 呃针对这次这个军售啊然后中国外交部今天终于有回馈了有反应了 什么呢就是表示将对洛克希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 呃大家知道洛克希德马丁一直是美国的除波音之外的啊波音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嘛包括通用动力啊 这是美国几大这个非常知名的军火商 那么外交部呢就说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因为爱国者系统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做的 包括前段的那个F16V啊那个也是洛克希德马丁的 呃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批准的一项可能的协议要求台湾购买翻新该公司制造的防御导弹的零件啊就是刚才说的爱国者啊准备延长寿命 呃并且补充到 美国应切断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以免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 这个就是套话了是吧他也不可能切断 外交部表明立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决定采取措施保护国家利益 我们将对此次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总承包商施加制裁 那么这次爱国者3的系统一共设计了6.2亿美金 可以让他们再延长寿命30年 包括近期的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 是吧 美国对华为的这个禁用啊 这个这次可能都会设计进来啊 大家可能比较疑惑的就是像美国的这种军火商 它跟中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没有 对吧 我们光说制裁制裁 大家知道美国军美国是不向中国出售武器的 中美之间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军售关系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说要制裁洛克希德马丁 你只是放在 你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吧 做个表态呢 因为你如果你跟他没有任何这个生意往来的话 你很难把这个制裁落到实处 那么这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其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 作为美国第一大军火商 对台的第一大军火商 他在国内啊 中国国内啊 也有很大的商业利益 当然这个是在民用 民用领域 他比较著名的有一个生意是什么呢 就是他旗下有一个 这个飞机公司叫希克斯基 希克斯基是做直升机的 是做直升机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直升机一直存在着非常大的短板 你看现在无论是民用的也好 或者说这个军用的还好 军用的这些年可能 这个作为重点突破项目啊 在做民用的直升机大部分用的还是额制的 他有在这个领域一直有很大短板 很难突破 那么这个希克斯基呢 这个也是洛克希德马丁之前收购的一家公司 这个公司在国内目前成立的 有一家合资公司 主要业务就涉及民用直升机的进口与零部件的生产 这在民用直升机领域 那么跟洛克希德马丁呢 是有合作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13年的时候 他在中国南部沿海建造了 10兆瓦特小型热能转换站 这个转换站是在干嘛呢 目的是为了其客户 中国华林集团 在中国南部的大型度假村供电 就是中国有一个客户是做度假村的 那么这个客户呢 正好是洛克希德马丁的 这个 中国这个正好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客户 那么他呢 做了一个很大的度假村 度假村是需要有这个能源供给的嘛 那么洛克希德马丁的专门为了这个项目 在南在沿海 做了一个小型的热能的转换站 此外呢 2014年起 他又与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签订合同 联合研发新一代核反应堆相关系统 这个也是在核领域 在核领域也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一项 这个 这叫什么长项吧 就是他在民用的核领域 他也是有这个技术的 另外呢我听说在国内有一些民用机场 控制系统上有一些用的也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一部分技术 所以总之来讲呢 就是这个公司 大家耳熟能详的都是一些武器装备 但其实他在民用领域 包括跟中国还是有很多合作的 所以这次中国外交部对于这家公司的惩罚 肯定势必就会影响到他在在华的这个生意推广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对吧 那你既然选择了向台湾出售武器 那你就要做好这个被北京制裁的这个准备 另外可能我觉得作为一家商业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可能也 也为美国政府背锅了 对吧 你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事 不是说有一家商业公司能够决定的 那肯定是政府对政府之间的一个 一个协议也好 一个合同也好 他只是一个供货方 对吧 我相信洛克希德马丁 他即便是不想卖给台湾 他也 这个叫什么 小胳膊又不贺大腿 这个白宫让他卖 他也不得不卖 那没办法 对吧 那你现在正好卡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那你就替白宫背锅吧 对吧 对吧 对吧